11月2日下午,周山本地洛阳,有市民发布贴子备受关注,心痛,省家门水产码头有人走私海归,一只只都被冰冻了,省家门水产码头,真的是太过分了,这一代代的大海归,看着好可怜,就被这群人打了。 人给走私过来了,幸亏民警急事赶到,刚刚,记者从省家门派出所了解到,网友所说的跟实际情况有所出入,并不是有人在水产码头走私海归,而是警报邀请南京专家,来周山鉴定海归品种品集时,搬运海归的情形,10月17日晚上7点多,省家门派出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,有人在收购,运输海归的情形。 一开始,我们只掌握了一辆可疑车辆的信息,犯罪嫌疑人身份不明。 民警卢州介绍,海归被称为活化石,野生海归大都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,甚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 收购,偷运和贩卖野生海归都是违法行为,但晚八十时,警方发现可疑车辆,消失在卢花一带,所以组织经历进行搜索,一直到晚上十十左右。 民警终于找到了改着澎湖的检疫车辆和两名可疑人员,来开澎湖是一只纸油编织袋装好的大海归。 陆州说,车上一共有二十一只大海归,同时莫网是一名司机和压车人员。 根据相关人员供述,警方在十八日凌晨,抓到了该团伙的负责人杨某,女,来自安徽赴阳的杨某交代,她收购海归是准备运往外地销售。 在审讯中,杨某等人交代沈家们还有一伙人在收购贩卖海归。 根据相关线索,警方再次出击,10月18日晚,民警在岛岭下村的一处树林里发现了一辆可疑的相识大货车。 当时车上没人,我们打开车厢门,以免全是冷冻的大海归。 陆州告诉记者,经过清点,车上海归数量多达107只,随后,警方抓到了车主监犯收团伙负责人神猛。 截至目前,跟两个贩售团伙成员已有10人落网,我们注意到了网络上的相关照片和视频,图文内容与知识不符,希望广大网友不要转载。 反过谣言,沈家门派出所副所长楼磊说,目前,普陀警方摧毁了两个活动,在普陀的贩售海归团伙,当场查获海归128只。 包括两名为首的犯罪嫌疑人沈猛,杨梦在内,10名犯罪嫌疑人,已被普陀警方刑事拘留。 目前,相关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,在网友发布帖子后,海归的这些触目惊心,这照片,让网友们非常气愤。 at 撞撞扶,万物皆有灵性,at 笑愚,太心痛了,我爸爸鼓鱼遇到海归都会放生,无论如何对大自然的敬畏还是要有的,一只小海归要尝这么大真的很难。 at 队长别抬成是我,要说年纪,连爱看周山方眼,年纪很大很大的老人,都敢吃,真可怕,特别好吃,特别有营养,怎么什么都吃。 在周山渔民中,有个约定成熟的习惯,一旦在海上误不到海归后,渔民都会选择放生的。 2017年,8月15日下午,待于04265号船,在拖下作业时步,到了一只重带100公斤的海归,然后起雨放生。 2017年8月,金唐镇县区社区居民的先生,在家门口的海滩,上捡到一只搁浅的海归。 为了安全起见,他把海归带回了家照顾了几天后,于已放生。 2017年10月,这藏于053,33号149去作业,一只20多斤重的绿海归,不慎钻进日网。 船老大声派被别人误捕杀害,带回盛家门与港,有人知道消息后,打算出事几万买下,被拒绝。 绿海归最后放归大海,2018年8月,这待遇11919号,船老大逃通国,在东海18973小区,即北约30度东京120,度处海域捕的一只重带1000多斤的大海归, 经鉴定是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,而UCN2013年编尾的种红色明路的能批归,于已放生。 在山级传老大钱志芳在东海捕鱼,已经有34年,他说,这些年来,经他的手务捕上,东海归已经有百宝纸了,大概有三,四百斤重,小的几十斤重,是我捕上的海归,我是全部放生的。 前志芳说,脱啊,脱虾城很难捕到海归,物捕到海归的一般,都是他们这种有灯光的维网船,一年偶尔会碰上几指,海归喜欢吃刺吞,我们在捕鱼时,灯光亮,刺吞喜欢灯光,会游过来,海归看到后,会游过来吃它,于是一起被鱼往捕捞上来了,刺,吞是一种全身长满英刺的鱼,我们鱼民喊它叫刺猬, 听说广东人喜欢把它包粥喝,我们不吃,一般都是直接扔了。 在浙江,这种鱼没人买也没人吃,前志芳从小听老一辈的人讲,海归有灵性,要放生,放生的时候,年纪大的鱼民会背它,求它保佑大家在海上平平安安。 他见过海归流眼泪,那是1983年,我18岁,第一年下海,鱼民下海要先在船上烧三年饭,叫火炸,第一年下海的火炸专门鲨鱼,这三年火炸打下手,那时候的船是用大王捕的,捕大鱼,捕大黄鱼。 这种帮经常能捕大海归,有一次,我们捕大了一个大海归,把它放生了,但是,过几天又捕上了一只,这时候,船老大生气了,因为之前都放生的一只大海归,捕上来时就把鱼网捕坏了。 这次,他要把他杀了,船上胆大一些的人,把海归的脚用绳子绑了挂在船围上,有人用刀在他面前晃,说上次放你你不保佑我们,这次把你杀了看你怎么办。 这时,我看到那只海归开始流眼泪,显然他听懂了,眼泪流得很多,前智方叛了口气说,那时候,自己只是个火葬,跟船老大要求了也没用,还是没能保住这只海归,但是,他流泪的样子,至今还让他很难过,从此以后,只要他的船捕到海归,必须放生。